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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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這一個的話就是屬於迪士尼系列的 跟一些可愛的小東西系列的地方 那我其實個人很有收集屁 就是我有的東西我一定要把它收到一系列 所以我就會一次同樣喜歡的一件商品 我就會把它每一隻都買起來 這個超級可愛的 這個是三隻 這個是我朋友送我的 然後這兩隻是我去日本買的 它是狐狸耶 它是超級可愛的狐狸 然後這個就是糖果罐 就是朋友送我 這個是我朋友的送我的 然後我下面就會放一些 然後我下面就會放一些 有點被遮住的 寸寸大雞 很可愛的感覺 那這一句的話 我其實還是會想說我要怎麼樣 才能把它們擺得更好看更可愛一點 所以我之後如果有更新的話 再拍影片給大家介紹 然後就是這裡 Pokemon Center 那Pokemon的部分呢 我就是最喜歡的是 一部 應該其實很明顯吧 就是這些 這邊 會有很多的 小扭蛋 這個的話是 寶可夢中心的那時候地區限定的 送的卡片 其實這邊的東西 除了這邊的 小公仔 是我自己去扭以外 好像幾乎都是別人送我的耶 像這個啊 這個 這三隻是 阿喜送我的生日禮物 然後這邊這隻木木銷啊 還有後面這個餅乾盒 跟這些 都是 丁滿他送我的 那到了第三層呢 就是屬於一些比較 重物的東西的地方 因為我這個櫃子其實蠻大 所以我會習慣去放一些 比較重的東西在下面 控制它的重量 所以才不會什麼 可能有地震的時候啊 忽然倒 然後所有東西都垮下來 不然我真的會哭死 像是我喜歡的 藝人的 寫真集啊 然後 一些場刊類 黑直視的 Duckstays的 這應該很少人知道這個作品 它在台灣好像不紅 可是 它真的很好看 然後 各自王子殿下的 刀劍亂舞的 安斯達斯的 好 然後這是之前 影片內有介紹的 Reunion的場刊 跟幾本 同仁本 旁邊這一塊呢 是我放一些比較大本的漫畫的地方 像這邊的話就是有繪業機 啊然後這邊 還有因為我的櫃子真的是不夠了 所以 把一些漫畫放在這裡 閃閃的一番賞的一個盤子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把盤子放在最下面 純粹是沒地方放了吧 那我先把這個移開 那這個呢 這個就之前影片中也有介紹的 那時候在活動中拿到的 商品 然後這個的話是 我覺得它是設計非常好看 所以我就把它當作 算是一個布置 那裡面的話就是 有放一些紙類的東西 然後跟資料夾 那這個的話是 嗯 喔 是那個海報 MASU的海報 然後跟 我的冰卡收藏 卡類的收藏 這兩個資料夾 是我收藏 雜誌切頁的 就是 這樣子放的話 因為我習慣心就是 我買到 我通常買雜誌的話 說不定如果裡面 前面不是 全部都是我喜歡內容的話 我就會把它 切頁下來 然後再分給想要的人 那 我就會 把它做成這樣子 一本 然後這樣子一本的話 我覺得就很像一本 寫真集嘛 全部都是自己喜歡的 MASU MASU 這一系列真的超色氣的 然後就是我的收藏 這另外一本的話 也是 也是MASU的 也是MASU的切頁集 然後我裡面還會放一些 就是 FGO的東西 唉唷 有點緊 像這個 就是活動拿到的一些周邊商品 參加活動的東西 跟 像是這個中國時報那時候 慶祝的 2018年的那個切頁 就把它留在這裡面 接下來就是 這邊的話就長得比較少女的感覺 而且 娃娃類的東西 也是MASU的迷你 這隻Dolphin呢 其實它身上的這件衣服呢 是 日本一個拍賣網站上做的 那它身上穿的衣服 是一個捷尼斯的團體 叫做黑色醬裡面 三田兩界 它在演唱會穿的衣服 這個觸工真的很精緻耶 超級可愛的 走 走 第二層的話 就是我的公主區 那這一塊呢 是我的 拉幫街路專區 樂配的專區 這個是音樂盒 再來這塊呢 就是 很明顯的 冰雪奇緣專區 然後這個是 自己是你的爆米花筒 再來這邊 是第三區 那這邊是 習慣性架整我的 麥克風 那我現在先把它移開 這一邊呢 就是我的 史迪奇的收藏 各種史迪奇的收藏 然後 超可愛的這個 它這個 嘴巴是 啊 掉了 它這個 嘴巴是可以打開的喔 我的 Alice的專區 Alice in Wonderland 然後這隻 娃娃的話 它是黑指示的 一番賞的 Cebassian的 娃娃 那因為我覺得 它跟這邊的 空間很合 所以我就把它 擺在這邊佈置 那再下來呢 就是 主要是我的 化妝品 放化妝品的地方 原本化妝品 其實佔的位置 是蠻大的 結果動漫商品 越來越多之後 他們就被擠到這個 小小的角落 因為我很喜歡 把化妝品擺出來 這樣子的話 要找東西 比較容易 歐拜 好 主男姐姐的歐拜 那這一區呢 就是我平常 剪影片 跟 做功課的地方 我先把這個 一開一下 還有 這個啊 就是之前 這個應該很多人都知道吧 就是FGO的召喚證 這邊就是我之前開箱時候 有介紹到我抽到的金卡門 然後 我的正前方 我就放了一區 屬於 媽祖的專區 那 就是它的 一些它 艾娜娜的 演唱會的 身上識別的徽章 然後 這是它自己的演唱會 List One的 英國的 那個叫什麼 欸 那 那個 嗯 螢光棒 螢光棒 然後 這個也是它的 周邊商品 然後這邊就是 它的明星片 然後 跟幾顆 Lessama的饅頭 然後我給它 戴了眼鏡 因為它是在明星片上 有戴眼鏡 然後這是場咖 那 Lessama的HFR 排燈 排燈 排燈的話 我這邊就有掛一些 Omamori 然後還有這個 這邊的話 就有寫 砰砰影 接下來這個corner 應該是大家最常看到的 也就是我很常當作 影片背景的corner了 也是我最最最最最喜歡的地方 其實我不知這些 真的花了很多心力 比較常用的幾顆寶寶 然後還有 有馬屬的通胞這樣子 那我這區呢 其實是有經過設計的 就是 從這邊 將 到旁邊的地方的話 是全部都是FGO的地方 然後從這邊 將 將 就全部都是刀爛的地方 這邊呢 就是我的FGO的黏土人收藏 將 將將 然後還有 之前一番上有抽到的Dodo-sama 跟幾個小的黏土人 然後還有帕娃 跟之前兩週年活動拿到的這個 這個我也是用一個設計來把它給立起來了 那這邊這個是丁滿的老婆 然後其實是我送丁滿的生日禮物 這一區就是給她自己拜 然後她說這個是有故事的 就是呢 她的這隻 鄧鈴 是叫鄧鈴嗎 有點忘掉了 就把衣服拿走 然後跑去找福福王 然後結果呢 艾雷就一直追著她跑 然後沒接得上馬 就默默的看著這一切 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然後旁邊這一區呢 我就是有用一些 資料夾來佈置 沖田跟 信長 然後 跟一些 小明信片 然後後面也有一些 之前有影片中介上的杯墊 然後被遮住的幾個 我在同人展上買的 一個明信片 這一塊的話 我的理想 是想要掛一些 比較小小的東西之類的 然後就 什麼吊飾會 這樣的話 有收集到喜歡的 我就會把它佈置在這上面 這個也是之前活動的 兩週年影片裡面的 兩個東西 然後呢 這邊就是 又掛一些 我比較 新穎的幾個 雕絲 摘下來這一塊呢 就是刀劍亂舞的 黏土人專區 將將 啊 還有一隻 閃閃的GIFT我 我想把所有的 刀劍亂舞的 黏土人都收起 那我這一區就是 還等著我在佈置 這邊呢 我有放一些我在 扭大扭到的一些 東西 然後就把它佈置在裡面 然後裡面放一隻 青光跟 安定的 那一番 黏土人 下面這一層呢 就是 壓克力牌 就是佈置的比較 有點像是 居家 那一方 的感覺 這個旁邊是 音樂劇的 小黏土人 這一塊板子呢 就是刀劍亂舞的 土方族的周邊 因為 刀劍亂舞裡面呢 我最喜歡 最最最喜歡 就是 Kane-san 然後 不過 勝過Kane-san的 就只有土方族 也就是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所以 這一塊就是我的 土方族的周邊 土方族周邊收集區 然後 旁邊的話 我就是有放一些 寫十萬卡 然後 跟 刀劍亂舞的 電影版 真人電影版的 拿到的 特典明信片 然後 刀劍亂舞裡面 真人版的話 我最最最喜歡的 就是 藏鼓鼓 然後下面還有一張 他的寫真 那這一塊就是 我的 一筆七的 PVC 那我只有 收集幾隻而已 因為我有兩個大顆 你就是F9 跟刀劍亂舞 所以 就先買幾隻 比較喜歡的角色 那這 之前這兩隻就是 我的開箱影片有介紹 然後前面就放著 他們的 小黏土人 帶來旁邊這一區呢 是 我有貼了一些 海報 啊不是海報 資料夾 這是馬修一番賞 然後 拉爾的 那時候日本期間限定 拉爾迷宮的資料夾 跟 刀劍亂舞的資料夾 然後移到隔壁這一區的話 就是屬於刀劍亂舞的版本 還有一些 放不下沒有地方展示的 額外作品們 因為我真的超級出刀劍亂舞的 因為我真的超級出刀劍亂舞的 所以我裡面有很多角色都很喜歡 我特別喜歡的就是 Cafe的吊飾設計 那這邊有之前影片有介紹的 刀劍神域的一個 餅卡 然後還有トトノキ的 鑰匙 然後之前影片裡面有介紹的鬼滅的商品 然後Sebastian 跟一些土房族的 杯墊 然後這個的話我旁邊有掛一隻 青光的娃娃 這一區網上呢 就是我的 刀劍亂舞的掛軸 這個好像是 溫泉的造型 那像我剛剛說的 我會為了遮 黏土的部分 就是我這邊就放了色紙 這樣子 這樣設計起來就會很統一的感覺 那我的房間的建築 就是這裡 好那以上就是我的房間介紹啦 那因為最近還在 布置中 就是還有很多東西 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也大家有看到 有些地方也已經爆滿了 所以我還會再做一些重新規劃 如果我在重新規劃完的話 再介紹給各位看 那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呢 或是之後對日本的文化有任何興趣的話 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或是分享出去喔 記得開啟小鈴鐺 好那就是這樣 我是PonPonYi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